今晚在科林中的禁室不禁話請了嘉賓 Kat 由Jack Lin介紹一下 Hello 大家好 Jack Lin 又是我 我今天帶來一個好朋友來介紹給大家認識 其實她就是Kat 為什麼我會帶她過來 就是因為在我心目中她永遠都是香港的香薰 女王 女王 是女王 誇張 其實Kat從事了香薰的行業二十多年 她自己也很厲害 除了賣香薰之外還有自己的產品 我想是香港首創的 用香薰的主題來做一些TZ咖啡 是嗎? 那就是幫襯 是啊 還有一件事不是大家都知道 除了我們新心靈界的人之外 其實還有一件事叫花藥 花名? 花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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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的藥 那是什麼呢 我很想說 一會兒我們兩位美麗的小姐做個介紹一下 對 首先Kat介紹一下 因為我什麼都懂的 就是有一樣東西不懂 什麼叫香薰 香薰是什麼來的呢? 香薰是什麼來的呢? 我們其實叫香薰治療 Aromatherapy 兩組字來的 大約蝦味同時有治療的 才可以叫香薰治療 蝦味是來自植物提煉出來的 就是純天然的 是什麼植物質花的香味? 花草葉木也有 是嗎? 果筍也有 有的 甘也有 甘也有 甘有香味嗎? 甘蟲 甘蟲 不同的植物裡面 其實有些不同的天然化學成份 不同的天然化學成份 有不同的療效 用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假設一棵樹木裡面含有很多醇 就是酒精的話 你覺得有沒有蟲咬它呢? 沒有 因為酒精是用來消毒的 很容易理解到我們都會懂 譬如塗樹精油 可以用來什麼? 暗瘡 證塗 可以殺菌、消炎 殺菌、消炎之餘 還有過濾性病毒 甚至黃金、葡萄球菌也能殺死 其實是有臨床驗症的 那種香不香? 堅然堅持香味 草香味 有些花香味 我們所認知的香味 會強烈明白的 譬如玫瑰、茉莉等香味 玫瑰很浪漫 對 各種玫瑰不同顏色 有不同味道 還有吹情甜 對嗎? 吹情甜 適合老人間 還會令我們有抗衰老抗袖 還有去黑眼圈眼袋 所以花類的香薰油 譬如玫瑰為首 可以對皮膚有很好的治療作用 就這樣 要煲熟它 或者煮熟它 其實這就是牽涉使用方法 剛才說的香薰油 由植物提煉出來 一般來說 蒸餾會比較多 用蒸餾的方法提煉出來 一支細細的香薰油 很多人認知的就是用香薰爐 就是用香薰爐 剛才說怎樣 我們解釋一下 香薰爐其實就是一個兜 下面我們放些蠟燭 然後點著蠟燭 然後加點水 然後再放香薰油 那它就蒸發上來了 因為是熱力的 那它就出來 就出了香味出來 香味就是我們治療的 因為香味會在空氣裡飄浮 透過我們的呼吸系統 或者我們塗在皮膚上 譬如按摩這樣 透過我們的真皮 再進入我們的血液系統 在身體裡透過循環系統 來做出治療 噢這樣 噢這樣 很多時候我們會去到腦下水體 會影響我們的情緒和記憶 可能聞到有些味道 你會覺得放鬆一點 或者聞到檸檬味 你提神一點 它就是去到我們的中樞神經裡 其實影響了我們對環境的感受 那是否每一種香味都有治療作用 如果做了香薰油的話 每一種香味都有不同的治療作用 即是要先做了香薰油 其實在大自然裡面 其實每一個植物都不會全部有治療作用 但有治療作用的話 那些動物其實 肚子自己懂得去找一些植物來吃 是的 那些狗一有頭暈生氣 它就會去吃我的一隻狼匯 因為不同的植物有不同的療效 在大自然世界裡面已經有它的定律 它已經知道了 是的 不知道為什麼它會知道 就算你生藥也是來自植物的 一定是 就是神龍常伯草 最早都是中國的藥 其實就是草藥 外國人現在很多是化學合成 但最早都是草藥 人才會知道了 我們的祖先真厲害 只要有什麼藥 什麼香味 什麼果實 什麼根 就是治什麼病 真厲害 還要配合一起煮 不知道它是怎樣嘗試出來的 其實中國就是煲 西方其中有一種就是 紋的或者是塗的 可以透過塗皮膚 可能有些人都喜歡去抖骨按摩 你都會用到一些油 作為一個煤芥漿 令它容易推些 但除了在功效上容易推些之外 其實如果用了香薰油 再加入底油 因為香薰油很濃 不能直接塗 它就要稀釋 稀釋 底油有些人會知道的名字 例如杏仁油 可可巴油 葡萄籽油 橄欖油 椰子油 這些都是基礎油 我會比較乾燥 所以我會用椰子油 椰子油 椰子油也是基礎油 這是一個底油 我們這裡是沒有香薰油 我們可以加香薰油 去達到治療效果 例如皮膚很乾 剛才我說玫瑰很適合 或者是乳香抹藥 甚至是檀香 這些都是對皮膚好 耶穌出生三王朝聖 就拿了三樣寶物 黃金、抹藥和乳香 這就是有香薰作用 乳香和抹藥是會來做香薰油的 也是一些很神聖的植物 在古代的時候 已經是用來跟宗教有所關係 現在一些教堂 有時候去教堂會有些 分香的乳香 那些不是 另外一種是檀香 乳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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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初以為是檀香 中國的比較多用檀香 另外一種是木 乳香是樹脂肪 是樹脂肪 不是一塊塊的脂肪 它在樹幹裡 它會像樹膠流出來一樣 當氧化的時候 就會變成蒸體 然後它就會用了這個 這樣就是什麼 就像貼的 是啦 好像黏黏黏黏黏黏 好像蒸體液一樣 其實最初是蒸體液 然後一旦有氧氣就會變硬 好像水晶 水晶 水晶這樣 即馬路 类似那些 類似這樣的 家庭還是治療病人的身體 我們有自己的品牌 你想說自己的品牌 是不是你自己做的 我們自己的品牌 但香薰不是我們自己做的 我們是澳洲入口的 是我們自己的品牌 不可以算做代理 別人不能做的 只是你做的 我的品牌是別人不能做的 因為我們自己的品牌 這品牌是你自己發明的 我們自己的品牌 是我們建立的品牌 就是用這個產品 用這個品牌代表處 我們自己有品牌的產品 服務 培訓課程 我們教很多課程 例如什麼的過程 教人家自己做一支香水 做一支潤唇膏 自己做的 香水都自己做的嗎 可以自己做的 你有沒有聽過 講一聽 你是不是很想吹情呢 怎樣做香水呢 做香水其實很簡單 說明有香 又叫水 要有香味和水 香水其實有水劑 也有酒精的基礎 我們通常的課程比較簡單 大家都容易做到的話 我們就用水劑 首先用蒸餾水 要選擇適合的香薰油 然後水油混合 我們就需要溶解劑 把水油溶解在一起 選擇了就有份量 有 有份量 我們用在身體 例如香薰噴霧 大概是2.5% 比例 2.5% 即是多少呢 10毫升的水 加4-5滴的香薰油 這樣就為之2.5% 如果我們做香水 其實在坊間有些做勁度 10%都有 但是這麼濃烈的話 就需要上課 你要明白到底應該用多少才是合適 因為香薰油是很濃烈 太濃烈的茶流皮膚 反而有機會令你的皮膚敏感 所以合適的調配比例是很重要 另一類型就是現在坊間 你會看到比較多香水全部都會用酒精 酒精來做底部就不需要用溶解劑 因為酒精本身就是溶解劑 你就加了香薰油 但酒精就不會立即可以用 酒精跟香薰油就像釀酒一樣 你的香水可能要一個月才可以用 因為你每天要跟它做運動 它慢慢會變 我呢 我呢 先喝藍水 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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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有什麼效力 但是聽人呢 就用過很多 香薰的治療 嗯 譬如有些 說呢 他呢 他呢 他情緒不好的時候呢 就燒了些 香薰的水 那之後呢 那些人呢 聞得多呢 聞聞一下呢 就個人 心定了下來了 是啊 是絕對可以的 是的 那因為呢 那個香味 就是啊 當香味我們呼吸的時候 透過我們的鼻歌 一直這樣上到我們的腦袋的後面 那它就會影響了我們的 情緒 有些味道 一聞下去 你的人就好像安定下來 那是什麼香薰呢 那如果譬如你這個人很緊張 想放鬆下來 最有名的就是薰衣草 薰衣草也是藍色的嗎 是啊 薰衣草是紫紫藍藍的 那薰衣草本身就是 其實是點香薰油的 但是薰衣草整個草拿來還是提煉的 花去做蒸餾 如果薰衣草用了一些植物 他就拿了一些花 然後就透過蒸餾的方法去體煉 如果薰衣草不用直接燒 如果新鮮花 譬如我去普羅昂絲 那不用點香薰油 因為它全部都是充滿著香味 你嗅到下去也會舒服的 薰衣草用來解愁的 可以幫助放鬆舒緩 亦都用來按摩可以消除肌肉痛 肌肉痛 是嗎 即是說周身骨痛 是非常之好的 薰衣草也有用 還有睡不著 失眠也會幫助 是的 很多人失眠 薰衣草 玫瑰這些就幫助失眠 譬如玫瑰 玫瑰日常見花 拿了花 就把花燒 蒸餾 它要變成香薰油才行 它要經過提煉 那怎樣變成香薰油 就是透過蒸餾的方法 蒸餾的花 蒸餾有兩個層 一個很大的盤子 裡面放了一些水 下面放一些花在上面 水 花 下面有熱力 當熱力把水煮的時候 變成蒸氣 好像蒸鍋貼 蒸魚就蒸熟了花 花或者植物裡面 就會有一些香薰的分子 就會透過蒸餾的時候 蒸出來 在蒸餾的時候變成蒸氣 對 變成蒸氣 它就會一起向上升 因為熱氣向上升 當它向上升的時候 就會有一條管 去另一個程 這個程中間有一條 螺旋文的冷卻管 裡面有一些凍水在行 當蒸氣去到旁邊這個程中間 遇到冷卻管的時候 蒸氣就會變成液體 這就等於蒸酒 對 這是蒸餾方法 蒸香薰油 蒸餾水也是這樣來的 它就過濾了 所有蒸氣都會很乾淨 冷卻的時候就變成液體 當它變成液體的時候 它又會掉下來 在下面的盤子 再旁邊它就會有一個 在最後的承載器皿 由於香薰油的份量 是比較輕的 它會有油和水 同時出現 因為蒸氣了 它變成液體的時候 油是比較輕的 它會浮在面後的香薰油 下面的水就叫做純露 又叫做花水 有些人用來做保濕 爽膚水 就會用了下面的純露 這些水分其實也有相當含量的香薰油 但它已經可以溶解到水 但溶解不到的 全部的油都是在面上 上面的就是香薰油 那些是純正香薰油 以後我們用香薰爐蒸燒 讓它噴出香味就是這些油 純粹全部都沒有經過化學作用 沒有其他化學的 是天然的 全部是天然的 是呀 如果玫瑰花就用玫瑰花來蒸 大約蒸多少玫瑰花才夠呢 五噸花瓣可以做到一公斤油 這麼多的 所以一瓶很小的香薰油 要經常二三千元一支 這麼貴的 五噸嗎 五噸才做到一公斤 花瓣 你看花瓣多輕 五噸才做到一瓶 一公斤 精奶 是精華來的 是呀所以叫精華油 又叫香薰油 真的是精華來的 我想過五噸精米一瓶 是呀很多的 所以為什麼有一些是很貴 譬如說檀香現在買到多少錢 檀香也差不多二千元一支 因為我們用的東印度檀香 因為檀香也有不同的種植地方 東印度在我的經驗裏 我覺得自己最喜歡 那棵樹是種了七十年 那棵樹嗎 種了七十年才能出到檀香 才能拿到那種品種的檀香 拿到木嗎 拿到木來做蒸餾 是嗎 七十年了 所以你說不貴怎會呢 天亮天亮 老過自己 老過自己 所以其實我二十年前開始做的時候 跟現在的價格差了十倍 是嗎 因為當初它沒有斬得那麼快 原始森林在東印度很多 斬斬斑就不夠了 價格上升 政府也保育了 不准你們斬斬 市場供應少了 價格就一直上升 現在他們用了新的方法 拿了一個技術 用了一個新的品種 在澳洲種 七年 人工種植 人工種植七年就可以 可以拿到 那些叫澳洲檀香 但我覺得是不同的 我覺得是兩種植物 都很香的 我覺得兩種香味不同 我家裡 試過買一些 彈香柴 用來點的有香爐 因為它沒有說出煮的 通常都是大陸的 鄉下 燒出來應該是白煙 應該不會有黑煙 理論上不會有黑煙 所以其實香薰 用香薰來做治療 是最天然的 亦都不會有什麼 創作用 有些人很有趣的 就會說 我好怕那些香味 因為其實它混淆了香味 它覺得 這個香味就是香薰 其實香味不等於香薰 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有沒有聽過 凌諾煲薑 伊甲毛 有聽過嗎 有喝過嗎 有喝過嗎 有沒有喝過合裝檸檬茶 有 合裝檸檬茶 有喝過嗎 我不信你沒有喝過 有喝過 喝了糖的 你有看過什麼成分 除了糖還有什麼 你知道有什麼成分嗎 不知道 那些通常都是有號碼的 什麼香味劑 香味劑 那些 好了 如果我問一個問題 如果我雙風感冒 領諾煲薑 我可以合檸檬茶煲薑 行不行嗎 不行 你會不會這樣做 不會 是遵裝的 遵裝好合裝 你不會這樣做 你當然會有新鮮檸檬 可能走過搭地的人 都會搭你 你也傻的 原理就是一樣 因為那盒檸檬茶 其實沒有檸檬 或者是很少檸檬 是沒有檸檬的 有些是完全沒有 有些是有少少 噢 它就是用檸檬的味道 我們吃下去的檸檬味 就是檸檬酸帶出來的味道 檸檬有幾十種化學成分 在一個天然檸檬裡面 化學家抽出其中一個 我們喝下去 覺得有檸檬味的化學成分 就複製 所以它做一千萬盒的檸檬茶 都是一樣的味道 天然檸檬 這次的孫子下一個 沒有那麼酸的 因為它是天然的 這就是那個分別 因為我們要知道 香薰油是由植物體煉出來 我們才有療效 我們知道一個真的檸檬 才可以治療感冒 原理也是一樣的 當我進入商場的Lobby 或者是一個酒店大堂 你聞到那個味道 99%都是人造香味 因為它給了那些Favor 它全部都是人造香味 它就將用化學科學的方法 去調製一個人造味道 它跟天然完全沒有關係 你聞下去都是有香味 你會不會覺得那個香味挺舒服 但其實它沒有那個治療作用 因為它都沒有那些化學成份 但它有香味 那怎樣區分出來 因為人家很有趣 你覺得有味道好像差不多 但其實它沒有那個療效 如果我們經常接觸到的一聞 就知道這個天然不天然 但其實如果消費者想知道的話 最好就是你買那支香薰油 在專賣香薰油的地方買 還有信譽 還有磚身上面一定會有一個拉丁名字 拉丁名字是什麼呢 有沒有行公園 你會看到Posture有個牌 寫出什麼事業用 下面有一個斜體字 這個就等於阿拉伯數目字 全世界所有農夫都懂得看 這個就是拉丁的植物學名字 有它的姓 有它的名字 有個中間名字 我姓賴的Kat 我是姓賴的 我的家庭的姓都是賴 我叫Kat 有哥哥 姐姐 有不同的名字 有不同的名字 植物都有分科 有同一個家庭 有不同的居住 品種 香薰油上面一定會有寫的 如果它連斜體字的拉丁名字都沒有寫的 就差不多 沒什麼可能 因為如果它都賣點天然的產品 它沒有理由不放那些拉丁名字 拉丁名字之外 它還在樽身上面會看到產地的來源 比如我們用的香薰油 是東印度還是澳洲 它突然間告訴你 是莫斯科尼 你會覺得有點奇怪 你會知道那些植物 可能在亞洲才生長到的 比如茶花 茶花是在中國生長的 在很冷的地方 不歐一無尼拉間 有茶花嗎 可能是溫室做的 不是真的 你會明白嗎 你會覺得產地合不合理 然後提煉部分 有一種油比較特別 同一棵樹會造成三種不同的香薰油 就是苦橙樹 Bitter Orange 苦橙樹有三個部分 香港人未必見過苦橙樹 在加拿大很多 苦橙樹也算是苦橙 很苦 那個橙樹你見到很開心 很大 吃下去是劫的 中國人叫劫 其實是苦 就是苦橙樹 連動物都不吃 連貓狗都不吃 連貓狗都不吃 但這棵樹就厲害了 做到三種香薰油 怎樣呢 一棵樹裡面 包含了花果葉霧 它的花是最經貴的 叫做橙花 橙花 是千多元 是貴的 因為花在某些程度上 就像玫瑰一樣 用很大量的花 才可以提煉到少少 沒有玫瑰那麼大 差不多一半 分量都不少 噴噴腥 它的香味很舒服 處理壓力 我自己最喜歡的香味就是橙花 因為壓力引起的失眠也很好 橙花 橙樹的花 是否只是苦橙的花 甜橙是不行的 那是苦橙樹的花 一定要寫明 因為其實你會看到 拉丁名字 即植物的名字 那支苦橙花 即是橙花 苦橙葉 和苦橙 都是一樣的 因為它和那棵樹 但它用不同的部分提煉 譬如它那個植物提煉部分 就是用花 還是用葉 葉就是苦橙葉 用水果就是苦橙 Better orange 價格就差十倍了 你想想水果是不是多很多 如果水果的話 其實香薰油在哪裡提煉 它不是透過蒸餾 它是透過蒸餾 它是透過冷壓的 其實很簡單 我們撕橙 會不會有些汁走出來 但不是說裡面的汁 是扁皮 像豆皮 像豆皮 有很多洞 每一個洞 都是一個膠囊 就儲存了香薰油 其實你撕下的那些 就是香薰油 所以現在煮食 我們就批橙皮 噢 就是用一些澱味 那些澱味 其實每一個毛囊裡 都是存著香薰油 是嗎 那些就是香薰油 即是Better橙是最多的 不是最多 Better橙是其中一種 每一個 其實就算是Sweet Orange 我們都有香薰油的甜橙 我們吃的橙 那些橙皮裡面 其實你看到全部橙、檸檬、西柚 全部都有些豆皮 是一定有的 那些孔孔裡面 就是存在了香薰油分子 難怪我以前我媽媽做的那些 綠柚葉 就要浸水 拿出那些澱葉 那些是香薰油 是 蝦枝油皮 是油皮 因為油皮 就不吃香薰油 那個澱葉 只是吃其中的纖維 那些香味都在那裡 所以那些外國人煮菜 全部都是很輕的 刮那個香薰油 他們叫做一個SES 檸檬、橙、西柚 他們都會刮一些 他們用來做蛋糕 就要去一些油的香味 就要用橙的澱葉的香味 但太多就會很澱葉 少許就變成香味 所有東西都是適量的份量 那個就是香薰油的耐原 對 他們怎樣提煉 其實好像一個Drum 一個盛載器裡面有很多針 那些針 這個滾桶是會移動的 放了皮下去的時候 那些針就會刺破了那些洞 橙批了皮之後 將皮 在滾桶裡面 然後它是沒有蒸餾的 這個是透過急破了皮膀 然後它的油流出來 它就會分隔 提煉到它會分入 生果提煉方法就不同了 就未必是用蒸餾的方法 哪一棵橙批是這樣做的 這棵樹 到底哪一棵部分提煉呢 功效和價格都有很大差異 剛才說的是橙 再之前說的是花 還有樹葉 樹葉怎樣做呢 樹葉都是蒸餾的 跟剛才我說的兩個情 樹葉很容易就知道 想不想三分鐘學識 一百種香薰油功效 大家想不想學一下 這是我想出來的秘方 將香薰油分成花果葉木類 花果葉木四層 到底是用哪個部分提煉 大概你已經知道它有什麼功效 首先用花來提煉的話 走過花園心情都愉快 又這麼漂亮 想起美容護膚 其實花雷的香薰油 都是調節我們的情緒 荷爾蒙 有人送一束花給你 心情愉快 如果漂亮一點 再愉快一點 荷爾蒙也會有所變化 很多時候 花雷的香薰油 都調節我們的荷爾蒙 還有幫助我們做抗衰老 或者治療皮膚的問題 美容會用到 還有心情愉快 皮膚的療效真的很顯著 我個人 我經常皮膚敏感 好像乾的 但我塗香薰油 塗好了 其實很重要 天然的份子很快就可以進入皮膚裏 然後是花 然後是水果 水果一聞到 很肚餓 那些什麼 橙味、檸檬味、西柚味 蒸蒜蒜有香味 你聞到這些香味 你都會覺得 有些口水分泌 因為它幫助我們消化系統 也會聞到這些味道都是清新的 聞到一些橙味 檸檬味都是清新的 它都會有一種清新的感覺 同時會令人愉快一點 是 水果味都是一種很開心的味道 這個就是我們教的學生 表達的時候是一種戲劇性的 怎樣表達呢 譬如 如果你要設計一個超級市場 超級市場其實裡面很多學問 你怎樣擺放你的產品 就是一個很大的學問 所以你進去車場 你一進口 一定是生果 原來是後面有個原因 那些生果就是 你聞到那種生果的香味 讓你的心情愉快了 開心了 荷包容易拿出來 愉快了 還有增進食藥 還有你很想去賣東西 因為你個人開心 進去就不太悶了 中國人就不懂用這些 車場不懂用這些報紙 他們先放了一個魚檔 魚檔是聲音的 尤其是現在冬天 夏天也是 全部室內控制了空氣和溫度 你不可能開窗 一不開窗 就逼著魚味 腥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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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開心 進去已經是 聞到那股味 已經作嘔了 那你不想買東西 快快快出來出來 但如果你把魚檔放在最尾 隔開了那個生果 生果給了一個感受 很香的 很想買東西 心情愉快 那你就多買些東西 買了什麼時候 你出去的時候 買魚都不遲 不用急 還有顏色都會令你開心 因為五眼六色 所以一定是放生果和菜 沒錯 就是這種 菜 上高有一個計時的花灑 耐不耐 噴一些水出來 噴一些水霧出來 其實不是水 是霧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它使得那些水果 好像營結了有些水豬 那些瓜菜 很新鮮 很新鮮 其實是騙你的 因為它是霧 那些水霧 感覺到那些水果是新鮮 還有剛剛出來的 就不是放了很久 賣相好 這些善良 其實就是那個 Presentation 你認識Presentation 你自然的生意會有好處很多 整個收市場 就靠你怎麼擺 你外國人擺得好 唐人擺得不好 擺得臭 擺得冤 那些人就不想去你買東西 其實很簡單 因為在五感的世界裡面 香味是最有效的行銷方法 為什麼呢 因為除了你不透氣 你是沒辦法拒絕的 無論是好味還是不好味 你要透氣就會聞到那種味 所以現在 其實我自己在做的事 主要幫人設計一些香味 令他的產品可以買到 設計香味嗎 對 幫他調一種味道 適合他這個品牌 是嗎 適合你 譬如兩個人結婚 我想做一個味道 這一輩子我也想記住 婚禮就聞著這個香味 我就做這個香味 給我的親民職員 拿回去 做潤唇膏 回去用 然後我回到家 我就會有這個香味 在我家的方向 這兩個味道 就是屬於我們兩個人 或者是屬於這個品牌 你用一個設計嗎 用什麼設計 用花 用果 根據他的需要 我就會用我的知識 我跟香薰很熟 那一百幾十隻 我就自然跟他 混合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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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只是說 他是瘋之魔法師 都是魔法 都是魔法 因為四元素的風魔法 跟香味、煙等有關係 所以Cat也是連金術師 怪不得以前 那些人說 進入一個迷雲鎮 即是迷雲鎮 那些人說 有沒有很安穩 迷雲鎮 就是用這個方法 這個古時小說裡面 就說 一吸引你進去的迷雲鎮 你進去裡面 你可能是 你平時很打敗的 可能去到之後 你給那些迷雲的香 就令你混合 本來很有力 都變成乙奶奶 很厲害 其實他是放鬆了他的 放鬆了他的精神 打不打得 就好像迷了你的迷雲 就聽了指揮 現在聽上來 你這樣說 就完全有科學根據 不是近時看小說 以為有法術 以為放了一些不知什麼 其實就是用了香薰 其實香薰 不是香薰治療 是香薰的戰略 是 是策略來的 其實在市場上 也是一個策略 剛才你說法術 我接下來想出一本書 講法術 講香味 講心理 魔法術 我很想說這兩個字 你覺得是否每人都有法術 是嗎 他就說是 但一般人就會覺得不是 如果每人都有 譬如我告訴你 我很厲害 我懂得走路 你會不會覺得是法術 因為每人都懂得走路 正常 你懂得走路 我不會覺得很奇怪 你只是做了一些事 我覺得我不懂 你才懂 你才覺得他很厲害 好像你這麼厲害 你好像有法術 我經常都教人 我有教一些心理治療的課 有體症 有些病人有心理問題的時候 我都會教他 法術其實很簡單 兩個中文字 中文博大精心 方法和技術 當我先給你方法 技術是磨練回來的 當你學會了這個方法 然後不斷重複做 你就好像能人所不能 別人看起來覺得很神奇 但其實你只需要練習 當你拿到一個方法 然後不斷去做的時候 就可以做到你人生 任何每一件你想做的事 其實是沒有事情做不到 之後你不去做 當你遇到一個好的老師 遇到一個好的人 可以告訴你 可能遇到一個慈官 我聽到今天領悟到很多 鄉婚原來從傳說 從很多我們看小說裡的東西 都有一些關係 就是切合了 那時候就不是用鄉婚這兩個字 用了其他方法 有時候迷暈、放蒙汗藥 其實就是那些化學成分 那些天然的化學成分 會影響你的腦 會影響你的身體的反應 會影響多久 一晚還是幾個小時 其實它會慢慢慢慢就沒有了 但其實重點是 幫你調節你的身體機制 去到一個平衡的狀態 鄉婚或者植物治療 或者中醫概念 這些都是最好的好處 其實它是幫你去到一個平衡的狀態 你過多什麼幫你減少 你過少就會幫你調節 幫你調節 其實我們人什麼都不需要 我們本身治癒能力很強 不過外在的環境 令到我們自己的免疫系統 自己的治癒能力減低了 所以我們需要一些外助力 而這個外助力在我們的環境裏 這些鄉婚的產品也好 這些植物也好 它就會幫助調節我們 譬如有一個神奇的例子 就是橙的蒸油 什麼橙? 香橙的蒸油 香橙的蒸油 不是Bitter Orange Bitter Orange 和Sweet Orange 我覺得都是差不多 那個功能都是什麼呢 令你很開心 和令你睡覺 橙嗎? 令你很開心 又說有一點提神 又說令我睡覺 那個功能就是相反了 這個就是平衡 其實它會幫助你 如果你日後聞到橙的味道 你的人會心情愉快 你晚上要睡覺的時候 你心情愉快地睡都可以 而你的人也會幫助你放鬆 甜一點入睡 同一隻蒸油 其實它可以日後用 可以晚上用 因為這隻蒸油是有平衡的作用 那就這樣聞的橙是否可以 就這樣聞的橙是否可以 你摔一下它都可以 摔一下它都可以 我永遠都是帶著橙出街 你自己在那裡 摔一下它 摔一下它 也沒有說不行 那不如用芝香不油 簡單一點 有很多橙皮提面出來 對 如果你說的話 可能是過一頓計 橙皮就收成工很多 橙皮是多很多 所以提煉香薰油 就提煉到很多很多 所以相對橙油是很便宜的 一百萬左右就有 玫瑰花就貴了 對 玫瑰花有很多才提煉到 其實我也想說 大家千萬不要自己 去混合香薰油 因為其實也有很多危險性 對皮膚不好 譬如骨子類 不能太陽光晒 會有光獨 光獨 光獨性 其實每一種香薰油都有它的特性 如果專業賣香薰的 它都會有一個表達 有什麼注意事項 生果油以佛手金為首 是光獨性最強的 佛手金 佛手金 佛手金是做什麼的 因為它是歐洲那邊的水果 但你一定會認識它 就是八爵茶的主要材料 你平常喝Algray Algray的味道就是佛手金的味道 佛手金的光獨性是指什麼呢 光獨性指佛手金的化學成份 有香豆素 這種化學成份一接觸紫外缸 它就會有化學變化 就會有令皮膚燒傷的效果 對 它會燒傷你的皮膚 所以佛手金是不能用來做太陽油的 但我記得我讀香薰的歷史 最荒謬就是有一個品牌 拿了佛手金來做太陽油 當然會令人燒傷 以前可能他們不認識 因為香薰的歷史是很長很長 以前已經有 所以如果我們要用香薰油 就看看你的使用方法 如果你是用來點的 那就沒有問題 如果你說我用來塗的 當是奶油那樣塗 然後曬太陽油 所以要知道 佛手金有一個安全比例 就是0.4% 0.4%是多少呢 一千分之四 對 一千分之四 即是如果你稀釋下去 你的忌廉裡面 它不超過一千分之四 它就安全 所以每一種生果都不同 譬如有些人說 西柚或葡萄柚都有光獨性 但對我來說 我就不覺得算是 因為它要5%以上才是 0.4%和5%相差很遠 這樣真的很多 5%即是我們一般做一個 香薰按摩油都是用2.5% 其實如果你安全比例下 來混合一個香薰按摩油 用完全部都是西柚 去到安全 因為只有2.4% 要超過5才會是 每一種香薰油 其實它都會有一些 注意事項 其實不是很多種都會有 不過特別在生果裡面 剛才說的光獨性的話 佛守金是要注意 光獨性就是 看到陽光之後 就會有一個變法 就和紫外光有一個混合 對 就變了 其實除了 為什麼我們一定要正式上課去學 就是因為安全問題 還有一件事 香薰是不可以用來進食的 是一樣的 很害怕 剛才你說完那個 可以吃的那些是花 花藥 花藥一會兒又會說 首先回應了Jackie Lin剛剛說 在我讀香薰治療的過程 我們香薰治療師守則 其中一點 香薰是不可以吃的 吃的危險性是很高的 有些人經常問我 不可以吃的 都是植物 但因為它有這麼濃烈的關係 到底它是醫治你還是毒死你 是一線之差 它已經將它濃縮了 對 很濃縮 很濃縮 幾噸變成一瓶 你想想 這麼濃縮的東西 你拿來吃的時候 你有機會在身體裡堆積毒素 因為香薰油可以留在身體四天 這麼多? 它不會馬上排走 它是在你的血裡 是會入血的 透過你的皮膚去真皮 其實24小時驗尿 做完按摩 驗尿的話 在尿液裡也會驗到香薰油的成分 證明它會透過血液循環系統 在我們身體裡去不同的器官 作出不同的療效 如果吃的話 有什麼問題呢 它會首先經過我們的喉嚨 又會有唾液 我們的胃酸 其實都在破壞香薰的分子 為什麼我們要吃它 其實皮膚只能幾秒 吸收到身體循環系統 又不用經過胃液 又不用經過唾液 我不會建議大家吃 在曾經我讀香薰的時候 有一個歷史個案 就是一個媽媽給尤加利精油的小孩吃 尤加利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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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會迷患 尤加利是專治鼻敏感的 對呼吸系統很好 當媽媽拿尤加利給小孩吃 就好一點因為感冒 她會見她好一點 作為媽媽看她好一點 你就繼續給她吃 一直給她吃了四天 總共吃了份量就是3.5毫升 3.5毫升很少 那小孩就死了 為何呢 就是萬聖中毒 就是尤加利子毒 因為她四天裡面的份量 其實多少 一天四次 每次四滴 吃四天就可以吃了 其實每天十六滴你就可以死了 一個小孩 你想一下 其實人很有趣 很多時候會有這個傾向 我覺得如果我教育大家 有人教育大家拿去吃 而那個人也沒有聽清楚指示 我覺得會比較好 多吃兩地不會死 可能會不會死 特別是小孩的肝功能 不能夠分解 他就堆積到某一個份量 就糟了 油加利子是否只是這個 是醃來的 或者這個 是否只是這一味最毒 其實不是的 所有香薰油 某個程度上 都是醫療也是毒藥 要用來吃 如果一人吃就是毒藥 那你的份量 不要鼓勵別人去吃香薰油 或者聽些人說 很恐怖 把香薰油放進飲料裡 然後喝 那豈不是服毒 他當然沒有吃到那些食物 要不然大家也不會在那裡 但重點就是教育意識的問題 吃多少會死 我和你說了一滴兩滴 有些人回去很難說 教育開去的時候 就會有這個習慣性 很危險 我覺得現在在我們的世界裡 多一點就好一點 但在香薰的世界裡 Less is more 少其實是更多 所以什麼都少 一滴兩滴就夠了 他在用一滴兩滴 就算是燒出來香薰油 幾滴就夠了 五至八滴就夠了 那些怕不怕聞得多也會有害呢 其實就看看你用的份量多少 一般來說正常五至八滴 一天幾個小時就沒問題 很簡單 你進來我的店舖 每天到黑都聞著 我都這麼精靈 其實你用的份量問題 以及你選擇 適不適合你用的香薰油 譬如最近很多人傷風感 天氣這麼冷 可以點一些有殺菌 有幫助 可以增強免疫系統 亦都對我們的身體有幫助 可能到很多蚊蚊在這裡飛 季節 我點一些香茅 檸檬草 這些 又可以有驅蚊 驅蚊 驅蚊就是用那些做的 香茅 那為什麼不直接用那些香薰油 那些香薰油 很貴 其實都不貴 不貴的 譬如香茅有八多元 八多元一支 一支十毫升有二百滴 你一次用幾滴 其實你心想 就算我們說玫瑰蒸油三千元一支 最貴的那支用蒸餾提煉的奧圖玫瑰 都是二千多元 我當你三千元有一百滴 因為是五毫升 一百滴 那是多少錢一滴 三十元一滴 三十元一滴 但譬如我做一個眼霜 一個十五毫升的眼霜 我自己做一支玫瑰的眼霜 用一滴 兩滴 六十元 六十元有一個 你肯定知道 有兩滴奧圖玫瑰的香薰油油 去黑眼圈去眼袋的眼霜 是不是很便宜 一定去到的 貴買平用 你慢慢用就會有 它是有抗衰老和去皺的作用 你就知道貴買便宜 而且你自己做的 你知道你下了什麼 你出去買化妝品 護膚品 你知不知道裡面有什麼 現在那些全部自己做的 潤唇膏 霜霜 又自己做的 是可以用香薰油 可以學習這些東西 所以這就很簡單 如果說回剛才花果葉木 說回葉類的油 有什麼治療作用 剛才你剛才說油加利 葉在棵樹上用來做什麼 你覺得它的職責 光合作用 光合作用 光合作用是透過什麼 呼吸 日後敷出氧氣 晚上敷出二氧化碳 跟人一樣 它是管理我們的呼吸系統 所以葉類的油 針對鼻敏感 雙風感冒 雙風感冒 都很好 例如剛才說的 油加利 胡椒薄荷 茶樹精油 薄荷很厲害 你都會很通鼻 雙風感冒 你都會吸收薄荷味 薄荷味 薄荷是葉來的 薄荷葉來的 葉類的油就是針對呼吸系統 有殺菌的作用 熄了十多二十隻葉類的油 最後一個是根木類的油 木是樹幹 樹幹對一棵樹來說很重要 因為沒有樹幹 其實什麼都生不到 它是支撐 如果有些人在心靈上 經歷一些創傷 或需要人扶持和支撐的時候 木類的油是很適合的 因為木是一種溫暖的感覺 同時就是殘處理 亦可以想像樹木有樹皮包著 而這個樹皮就可以 亂想到我們的皮膚 很多樹木的油都會治療皮膚病 譬如檀香木 剛才說的抹藥乳香 抹藥乳香 抹藥乳香也是木 它是在木裡流出來的綠色 我們都會當它是木 它可以治療皮膚敏感 濕疹 主腹手 甚至有不同的皮膚問題 樹幹是非常之好 另外就是根 根是不健康的 然後就抓住地 你說如果被人砍了根 那這棵樹會怎麼辦 死的原因就是兩種 它抽不到養分 第二個就是它抓不到地 一個爆破風扣來 衝天大樹 因為被人家旁邊 砍了根 它就軟了 其實很適合 在我們人類的生活 每天都不搭地 即是不穿地 每天都在飄想 發霸夢 上星期六合彩沒有中 每天都在飄想 根類的油 就很適合這類型的人 讓它回到地球 踩著地 面對它的生活 那些味道通常都很沉 因為它在那裡很沉 因為你想想它是不健康的 根的味道 譬如玫瑰花做花葉 樹根是如何提電的 樹根是透過蒸餾 整個樹根斬出來 蒸餾也一樣可以取得到 它是有香氛的 它一樣有油的質地 不是很多 一隻隻的 不同的植物 有不同的份量 但樹根很多 不會很貴 所以樹根的油也不會很貴 有樹根的油 譬如岩蘭草 也是用根做的 是一棵大樹根 還是少許植物的根 有些小樹的植物的根 也有大樹的植物 看看那種是什麼來 岩蘭草也不是很大棵 那是否所有植物 所有根的植物都可以做香氛 不是的 這個世界你猜一下有多少%的植物 可以做有香味的 我不知道 猜一下 有沒有10% 15% 15% 只有15%可以用 15%可以用 15%是有味的 其實實際不會用15%來提煉香氛油 15%很少 是啊 所以不是全部香氛都有味 誰知道哪種可以 神龍時常百草 當然有人試過 當然要多虧我們的古人 其實在香氛的界別裡 你可以看到以前 希臘或金字塔的神話裡 那些傳統裡 其實在古文明的世界裡 已經有了 中醫在古文明的世界裡 已經有用到草藥來做治療 現在都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 已經有了 在古時已經有了 開始的時候 你不是說有些要說的 花藥 先說這些 時間不多 花藥是透過泉水 泉水嗎 泉水 我們有一個花藥 是由加拿大的醫生去設計 他在加拿大做 所以用了洛基沙脈的泉水 他把泉水浸在山上窄的植物 透過日照之下 把植物的能量儲存在水裡 水裡充滿植物的震盪頻率 它叫做震盪療法 講完之後 大家都不知道我講什麼 其實原理很簡單 人的情緒都是來自震盪頻率 我們很生氣的時候會震盪 很害怕的時候會震盪 這個震盪頻率 會令我們有情緒波動的起因 人不震盪的時候就沒有那麼害怕 聽到震盪 就是震盪的 醫生研究植物 有這些震盪頻率 可以調節人的情緒 是嗎 這些有超過一百年的歷史 現在在地鐵上有個名人賣的廣告 就講拯救你的睡眠 那隻是英國醫生做的 有一百年的歷史 那隻可以透過震盪療法 調節人睡得好些 我們其實除了睡得好些 有很多不同的功效 我們有一種花藥叫Fascination 叫傾城花藥 傾國傾城 是什麼花 裡面有不同的花 裡面最主要的就是有八核花 八核花是什麼特質呢 八核花很大堆 中間有個花籃 然後花籃有很多花粉 它會吸引什麼 小蜜蜂 它就會有很多蜂蜂蜂蜂來採蜜 之後用來做什麼 其實就是傳播 它的特質就是 這隻花可以將我們的魅力傳播出去 所以這位醫生研究發現 原來八核花不同品種的八核花 都有這個效用 八核花也有這個效用 其實它浸在水裡 它都會撈走 剩下水 它是透過日照 將植物裡面的震盪頻率 儲存在水裡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 那個書叫水的秘密 可能是二、三十年 這本書寫的 是咀咒的水 還是有祝福的水 那個結晶體是不同的 水有不同的反應 人也有情緒 就是這樣 這個植物就是在這麼好的狀態 醫生團隊裡面 去摘花的人都會跟花聊天 是嗎 是呀 他問准過花是否願意做花藥 才摘它 懂得聽唐文嗎 懂得聽他的語言嗎 懂得聽他的語言嗎 他講英文 心靈感應 要怎麼講什麼文 好像動物傳心術一樣 花啊 植物啊 是呀 動物傳心師是可以跟植物溝通的 是嗎 動物就不是其他 植物都可以 植物都可以 植物都有生命的 還有已經有了研究報告 是可以跟植物溝通的 所以可以聊天 但他不會回答你 他是心靈感應和直覺溝通的 所以不需要語言 他就不會用語言來回答你 對 就是給你一個感覺 動作呢 因為感覺收到一些訊息 哦 我明白 所以如果你說得到植物同意 他的能量就會更高 他就在那個水裡 然後就經過日照 就拿到足夠的震盪頻率 然後就拿來做了這個花療 可以幫助人家人愛車見車載 令到你很有吸引力 將你的魅力散發出來 拿了一些花的精華 吃了嗎 然後就製成一個產品 可以滴在你底部 滴在你底部 一天四次 每次四滴 其實是水來的 哦 沒有味道的 但是水會壞 他做不到商業產品 他要找一個防腐劑 穩定劑 天然的防腐劑 天然的穩定劑 因為水會壞 在這100年的歷史裡 都是用白蘭地 因為白蘭地是防腐的 白蘭地放的也不壞 它就令到水不會壞 但由於我們現在的產品 都會進入日本的市場 日本的魚 就當作酒精茶餅 所以這幾十年都不能用白蘭地 用什麼呢 用醋 醋也是防腐的 但醋是酸酸的 很難喝 現在加拿大醫生想了一個新的方法 就是用金油 金油是由有機椰子提煉出來的 而且是甜甜的 金油用在皮膚就知道 吃不壞人 對 因為花藥和剛才所說的香薰 的分別就是花藥可以用來吃 香薰的精油是不能吃的 因為精油是很濃縮的 你會聞到有香味 透過精煉的 花藥本身是水劑 對 水劑 用了白蘭地 用了金油 用了醋 穩定劑 但是它要滴下去 對 每次滴幾多次 四滴 每天四次 每次四滴 它不是藥丸來的 不是藥丸來的 又不是藥散來的 是液體來的 全面液體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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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見過有個朋友 吃花粉 把花粉 我想是真的 花粉 不知道在日本還是哪裡 有個金石紙包著 全面液開後 整個花粉倒進去吃 那些是花粉 那些是花藥 那些是花藥 不同的 那些真的是花粉 這是水 嚴格來說是水 只是浸過花的水 但水的能量是很厲害的 那我講的是 為什麼要用四滴 一直滴下去的水 滴下去的水 在滴下去的水 就會有個震盪頻率 會散發出來 所以這個震盪頻率 也有治療作用過 那些人就會問 為什麼要拍四滴 就是拍瓶洗的四滴 拍四滴的原因 就是它是來自 世界宇宙最強的 magic number master number 22 如果是數字學 我不知道你 一年以前有沒有說過 22是世界裡 一個最強的 number 而2加2等於4 這個醫生就用了 這個數字學裡 一個很強的 number 就是4 拍四滴 第四滴 那個頻率 對 還有拍四滴 第四滴又不用錢 你既然相信這個震盪療法 你就跟它吵 我特地去上課的時候 我說 你講了100萬個成功例子 我都不是最有興趣聽 我最有興趣聽是失敗例子 有嗎 當然有 最多失敗例子就是不行 吃了我都不人意人愛 吃了我都沒有多了生意 我都沒有找到男朋友 我老公和我關係都沒有好 原因是什麼 你忘了吃 忘了嗎 忘了吃 一天四次 每次四滴 兩個星期不准斷 這次又重新來過 你發燒感冒 吃藥 我又好人好者 Fascination 令我有魅力 我不需要有病 這個醫生這個名字 改得好 以前的100年歷史 全部都是rescue 我拯救你 即是我很急救才要拯救 這個叫做 有魅力令你傾成 只是我想別人更加喜歡我 我不用承認自己有病 其實人人都有不同的需要 不過要承認自己有問題是很難的 這個名字改得非常好 人們吃了之後 覺得無效的原因是不記得吃 所以他有一個解決方案 找一瓶水 然後他百四下滴四滴裡的水 這瓶水分開四次喝就可以了 你上班會有一瓶水 滴落了一些飲料就可以了 滴落一些飲料就可以了 滴落一些飲料就可以了 湯、茶、什麼都可以 我們用來做月餅也可以 做精皮月餅也可以 滴落一些飲料 你滴落水 我上課的時候他就說 滴四滴就可以了 這瓶水分開四次喝 然後我說等一 滴四滴 每次四滴應該滴十六滴 然後老師說不用 滴四滴就可以了 我們就爭論了一小時 因為他講了日文 我就講了英文 最後我就明白 水是一個煤界 當花藥滴在水上 它就產生那個煤瓶效應 所以這瓶水在這四滴就充滿整瓶水 所以這瓶水分開四次喝 每一次不用搖 其實它自己會走 這是煤瓶 雙隔半個小時就為之一次 如果我半個小時喝完這瓶水就叫做一次 雙隔半個小時 我們就可以兩個小時喝完 或者我整天喝完這瓶水 多喝個四次都沒問題 成功率真的很多 有很多成績的家人 說一下你的案子 好 我有朋友 朋友告訴我 我這個朋友做的工作很不開心 因為其實他自己沒有做過任何的過錯 但是老闆竟然說要解僱他 而這個朋友其實就是很不開心 也開始發現了一些情緒問題 我就說 既然是這樣 不如你試試Cat那些花藥吧 初思很抗拒的 但是後來真的沒有辦法了 好 試一次吧 接著很奇怪 吃了一段好幾天 那個老闆忽然拿到命令 不准解僱你 同一個老闆 另外還有一件事就是我隻狗 我隻狗可以吃嗎 我隻狗 其實是有寵物的 寵物的 從小到大是一些很噁鎮 很怕青的 Cat也見過的那隻狗 是很不出聲 以及內向的 很開心 不止內向 自己很不開心 吃了Cat那些花藥之後 其實吃之前我跟Cat 我一上去聊天 如果有人令我隻狗可以笑 我養了幾年 狗屁會不會笑的 牠不笑的 如果令牠一笑 我就真的心悅成福了 最後吃了一段時間之後 我想大概 大概兩個月左右 一個多兩個月左右 牠笑了 懂得笑 是啊 我是從來沒見過這隻狗笑的 養了四年 就是牠開始改變牠的性格 其實牠是開朗了 還有牠信心大了 牠是否吃粥 每天都有吃的 要吃的 寵物很簡單 就是滴下去 牠喝水兜 牠有寵物的散燈 慢慢滑下去 不是 直接加進牠的水兜就可以了 是嗎 對 比如說寵物 牠沒有養狗 不開心 或者是不夠安全感 我那隻狗 因為我那隻狗是拯救回來被危機 曾經憂鬱過 因為牠試過有些皮膚病 憂鬱了 幸好牠沒有那麼憂鬱 有時候了解到寵物的心情 可以配合花藥 或者跟牠多聊聊天 其實分別也有很大 今天就差不多了 今晚的禁師不禁話 講講Kat的 和Katherine的 對香薰和花藥的知識 希望大家有些得著 多謝各位生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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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